拜托不让我入盟 给我一个邀请 喊也行啊 泽林斯基近思于发出哀嚎了 可能他也预见到自己的末日快到了吗 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 也就是前两个月吧 乌克兰有点回光返照的感觉 派了上万大军攻入到了俄罗斯本土 西方世界都感觉到 难道乌克兰越挫越勇 拿到了大把西方最先进的武器之后 反而能反攻俄罗斯了吗 然而一个多月以来 我们看到的是 这支乌军的数量在不断减少 俄罗斯国防部每天都要公布 又歼灭了多少乌军 而这支乌军在俄罗斯待了一个多月 毫无建树 也没有达成什么战略目标 所以很多人都说 泽林斯基的这次军事冒险 实际上是彻底失败了 他要用这次军事冒险向西方证明 乌克兰还有用 乌克兰还能抵抗得住俄罗斯 可是他现在空耗了上万大军 而就在这一两个月 俄罗斯倒是在乌东战场取得了节节胜利 最近又攻下来了一个重镇 以至于 泽林斯基可能内心都有点崩溃了 他和盟友喊话说 他知道乌克兰加入不到北约之中 北约有规定 任何一个成员国 如果你和他国有领土纠纷的话 是不能吸纳你的 所以泽林斯基说拜托 当年我为什么打这场仗 不就是因为乌克兰想加入到北约之中吗 美国给了暗示 美国给了乌克兰勇气 美国让泽林斯基以为 只要他坚定的选择要加入到北约 美国就能帮忙 乌克兰就能获得永远的安全 所以乌克兰才和俄罗斯闹掰了 最终导致俄罗斯先下手为强 去打了这场俄乌冲突 然而两年多以来乌克兰真是丧权辱国呀 听说现在乌克兰高层已经在考虑 割地求和的事了 克里米亚和乌东四周 看样子是拿不回来了 要不要考虑承认这个现实和俄罗斯讲和呢 而如果最后谈判达成这个结果的话 那泽林斯基真是有点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了 你一意孤行要和俄罗斯作对 最终导致了这国土的沦丧 而北约还是虚无缥缈 你什么都没抓住啊 所以泽林斯基现在哀求北约盟友说 这样吧 他知道乌克兰不可能成为北约成员国 但能不能可不可以 北约给乌克兰发一个入约邀请 就是说你现在想让乌克兰入进来 但是呢要对他进行详细的考察 各项指标通通满意了 OK了才能够让乌克兰入 你好歹给泽林斯基一个希望 让他能够和乌克兰老百姓交代 这两年多来的仗没白打 西方世界是有可能吸纳他进去的 但即便这样一个卑微的请求 西方世界也不可能答应 因为西方世界是不愿意 为一个孱弱的乌克兰买单的 倒是最近啊 有人有这样的建议 特朗普上台之后 俄乌马上停战谈判 俄罗斯肯定满意控制 克里米亚加乌冬四个州 那么剩下的乌克兰领土呢 有没有可能 乌克兰能允许他们加入到北约呢 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双方解套的方式呢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双方的 对 对